安妮,下個禮拜,孩子們就要開學了 正好,我問一下你,給他們準備怎樣的午餐? 其實都是一般的午餐,最主要就是有主食 例如三文治、飯糰等的主食 旁邊會有一份水果,水果可能要看詭節性有什麼適合的水果 有一份蔬菜,還有一份餅乾,一包薯片 一個小零食 對,煮食其實都沒有什麼可以帶的 因為這邊比較方便的就是三文治,或者是壽司 三文治最主要就是放些蔬菜進去 這個是不是披薯片? 是呀,吃披薯片? 是呀,我選擇了全肉的披薯片 因為三文治有時候,方包也會的 但白方包我們就少用,白糖就少用 我可能用multi grain,或者全肉 例如蔬菜,我會選一些baby lettuce 特別會給他們一些紫色的吃 因為蔬菜有很多種顏色 紫色其實就比較少 蔬菜是紫色的,除了藝瓜 而且會有一些特別的營養素 對呀,所以我會選一些紫色的菜 然後就放些沙律醬,加些羊,或是pastrami, salami 然後就包了一個沙律醬 那你這個沙律醬有專門去選 他們那些口味比較好一點嗎? 有呀,我們專門用日本牌子的baby沙律醬 是嗎? 他們就會喜歡吃一點 對呀,還有那個也沒有糖的 對呀 你等一下把那個牌子什麼都告訴我 好呀,好呀 其實所有超市都會有得買的 對呀,這樣就很方便 是需要去日本的Japanima買嗎? 不需要,其實Kandana,New World,豆腐店 那些都會有的 對呀,太好了 然後飯糰,其實現在有很多設備 對呀,不需要自己用手做個很噁心的樣子出來 對呀,他說可能我這個三角形的 可能用一個三角形的帽子 要做長的壽司 用長的壽司 一塊塊的又有一塊塊的 做了之後呢 裡面其實可以放餡料 哦,你有放什麼呀? 這次的呢就是吞拿魚 吞拿魚 對呀,吞拿魚就會混合沙律醬 哦 對呀,類似有些醬汁 那就不用太乾了 那又可以用蟹柳 或者Cucumber都可以 牛油果都可以做到壽司裡面的餡料 那個吞拿魚你是買的是那種罐頭的嗎? 對呀,一罐一罐小罐就可以了 OK 攪拌了些油 然後另外調配一下 對呀,對呀 那之後可能有些盒子 那譬如說放了壽司在盒子裡面 然後放在lunch box 那就不怕它做到一坨坨了 哦,我有一個失敗的經驗 我之前做sushi給他們 比如說我頭天做了 然後我把它放在lunch box裡面 給它放在冰箱裡 準備第二天一早起來就可以拿了就走了 嗯嗯嗯 可是第二天發現 這個全部都又乾又硬了 嗯,那因為我通常呢 就不會放冰箱的 哦 是的,因為飯一放冰箱就會 結了一塊塊 是是 用來做炒飯 是的 所以我通常都是失溫 還有譬如說可能晚上 要吃飯的時候 煮多一點點 嗯 那到吃完飯呢 就可能剩了那些飯 就撈壽司醋 哦 然後就把壽司包在旁邊 因為其實這裏的天氣都不算是好 很熱 對 對,那其實就室溫就可以了 對,特別是今年夏天 一點都不熱 對 那室溫就可以了 對,那第二天早上呢 就直接連 lunch box都不用準備了 就這樣撿好些東西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對 所以你還是會拿一個這個保鮮膜把它都包好呢 對 然後如果說像這樣子的這種包裝的話 你是就直接放進去也不用保鮮膜了嗎 我都會做保鮮膜的 對,那等他們其實拿著保鮮膜來吃的話 就可能容易一點 對 對 然後這個可以直接讓他們帶去學校 放在lunch box 對 放在lunch box裡面 這樣就不會弄到壽司變形了 因為他們的書包都是朗來朗去 到時壽司其實都會變形 他們又不喜歡吃 而且他們每天這樣也會很有新鮮感 對 謝謝Annie 下次有任何好的tips 歡迎跟我們再繼續分享 好 天哪 chi 家 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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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 牠牠牠